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国务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焦点APP 高雄林园国小机械动力社的十位小朋友 在日前是击败了四十多个国家八十多支的队伍 拿下了2014Force Lego League的机械人大赛的机械人 表现单向世界冠军 一鸣惊人成为台湾之光 但整个过程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而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 林园国小的校长陈永珍校长 来跟我们分享这群小朋友的夺冠精彩故事 校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校长真的先恭喜你们 谢谢 不可能一般人不太认识林园国小这所学校 能不能先帮我们介绍这所学校 以及学生大爱的背景是什么好不好 OK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林园国小是最南端的一所平乡小学 那我们这边它没有捷运 那也没有火车 所以我们的教育资源其实是比较封闭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刚好 林园国小是位在重工业区 所以小朋友对工业的灾难的部分 其实他们有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度 那其实起因动机大概就是说我们利用户外教学 那带孩子到高雄市的工博馆去参加这个机器人展 那孩子呢从这个展览中呢 其实他们感到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们就在两年前就成立了这个机械动力社 因为小朋友觉得机器人其实是可以帮我们人类做很多我们没办法做的事情 譬如说因为人会生病 那人是肉身 那当我们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或是融为伤害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太有可能就是用肉身去解救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机器人 事实上我们可能可以做很多的任务 所以这个就是当初的起心动念 对不对 所以你们那时候成立的时候是不是顺利吗 当初机械动力社成立的时候 因为感觉这个好专业哦 需要一点门槛 对啊 其实因为小朋友有兴趣 那当然我们就是去招揽一些专业的教练 然后进到我们教员里面先做初步的一个教学 然后再有兴趣的小朋友 我们就是让他们会经过第一关的筛选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小朋友的一些相关的逻辑概念 以及他的一些动机跟他的基本潜能 然后说因为我们学校是非常大的学校 有一千八百多个学生 那其实学生对这种非常新兴的一种社团 其实他们都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做过初步筛选 然后筛选完之后呢 小朋友就开始做一个训练课程 那当然整个过程酝酿起来是还蛮顺畅的 可是因为今年我们呢 很荣幸的拿到了国家代表权 当然这是我们困难的开始 因为喜悠餐办 对对 问能不能帮我提一下 你们是怎么样设计课程 让这个小朋友感到有兴趣 有设计一些阶段性的目标吗 因为要一步到位好像不太可能嘛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酝酿了大概一年半 那么在过程中 但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是让孩子直接去做这个 因为他每一年这个世界性的比赛他都会有设关卡 那他当然是在时间点到的时候他才会公布这十几个关卡 那在我们不知道这些关卡之前 其实我们要有一些那个引起动机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让孩子去操作这个机械 机械那个机器人 然后让他可以去投篮啊 因为投篮可能跟小朋友生活比较接近 那或者是说呢 让小朋友像我举个例子来说明 就是我们去年9月16号 我们林园国小有一个游泳池 然后正式接幕 那接幕呢 其实两个红布 两条的红布条呢 要从二楼高垂下来 那以往我们可能就是要有两个人到二楼高的地方 然后把它放下来 可是那一次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机械人 我们用机械人 然后他用红外线感应 然后他呢 其实就在那个平台上面 然后透过红外线 然后戳破气球的时候 他就会感应到 那两条红布条上面同样会有一颗气球 然后同步呢 就戳破之后呢 那个红布条就自行掉下来 这完全是小朋友自己的作品吗 对这是小朋友的作品 那当然因为他在程式设计的时候 他必须要透过那个教练 跟他们一起做讨论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课程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课程一次到位 就是到世界比赛的那个关卡 因为我们前面的一些 比如说初中阶到高阶的一个课程 其实有经过一些设计 然后让孩子呢 他先产生兴趣 因为我们其实是要让他去解决 生活上的问题 像我们遇到了 如果说我要接牌 那么没有大人可以爬到上面 其实有危险性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可以怎么做 那这就是我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结合我那个小朋友 去问题解决的一个能力 而不是单纯只是在那边玩机器人 所以您看到这两年这个下来 小朋友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呢 对就是小朋友 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讲 因为像这一次他们要出国去比赛 孩子的压力就很大 因为偏乡呢要代表台湾 去参加比赛 对这群孩子来讲都是第一次 所以当我们拿到代表权之后呢 其实这些选手们呢 他们都会到YouTube去抓 世界冠军的那个影片 然后他们会互相去讨论 因为历利变得很大 对 然后他们会互相去讨论 然后去研译说 整个过程到底优劣是在哪里 然后再自己来修正我们队的一个 那个状况 是 那我看到说当然我会觉得说孩子成长 这个就是成长 我也跟他们讲 他们要出国之前 我也跟他们精神勉励 就是说像种过程 而不是最后的成绩 那今天我已经看到你们一个多月来 这么努力的在钻研你们的技术 在改善你们的技术 所以今天你们其实已经得名了 因为我们还只要面对四十几个国家 八十几对 对刚刚有提到 其实这个是对偏乡小孩来讲 其实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任务 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以学习的过程为重 对 那所以他们真的是成长了 也就是说他们要为国争光 为灵源争光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做一些努力 那这些努力都是他们私底下 都是小朋友放学后 自己去YouTube抓的影片 对 然后自己就在那边讨论 他们为什么会世界冠军呢 然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拿到这个奖项 所以我想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 得到为台湾来争光 其实孩子是努力的 是 刚才我想问一下 刚才孩子当然有一些转变 当初就是成立这些社团 让小朋友来参加的时候 家长是大概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看到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家长有没有被吓一跳 家长当然是吓一跳 因为是世界 因为又甚至偏向的国小 对他们来讲 就觉得说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其实对家长来讲 他们是蛮震撼的 那再加上是说 其实我大概两年前 来到这个这所学校以后呢 差不多两年 对 那其实这边的孩子是很优秀 但是他文化知己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多 那跟外界交流的机会少 也就是他可能要到某一个阶段 上过中 上过高中 他就开始流失 到市中心的时候 他才可能有一些比较多的刺激 那透过这一个机器人大赛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深深有感受到 这也是家长的一个感受 他们发现 我们林园真正走出去了 而世界就走进来了 因为当我们在那边八天的时候 其实很多国家的选手 都被我们震撼住 那他们都希望能够来到 我们高中市的林园来参观 那其实这个除了比赛以外 我们也结交了很多的国际朋友 那孩子从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这个英语教学 其实他们十天的英语教学 可能比他一学期的 英语教学还来的效益高 对 这个故事待会我们再来提 不过我一定要先问一下 就是说当初呢 我们取得了这个参赛权 对不对 代表权 可是呢 学校这边好像因为一些经费的问题 好像当初并没有说 就是说第一时间就决定 要让孩子们出去嘛 对不对 后来为什么会有一些转折呢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拿到代表权是很兴奋的 那但是就是喜忧参办嘛 我们有立刻召开一个筹备会啦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是说 是不是我们呢 再准备一下 因为今年我们是拿到台湾的第三名 是 对那我是跟家长们呢 在做互动 所以我们是等到拿到台湾的第一名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来想办法出国去 但是因为对这个偏乡小学来讲 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家长跟小朋友 他们都表达了极力想要出国的这个意愿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校方必须要做一点事 起先呢 我们是透过刚好我们的十个选手里面 有美术专场的孩子 那他们呢 经过一年半对机器人这个操作呢 他们有他们的idea跟他们的创新创丝 所以他就自己画了一个机器人 对那是A4的大小的机器人 那我们的老师看到 觉得很有创意啊 所以就把机器人就跟着家长呢 就把它封成布偶 对那那个布偶大概是差不多 一百公分左右的布偶 那我们当初是打算就是来易卖布偶 对可是后来呢 过程中发现 那个一个布偶大概要封三四个小时 那成本呢 大概一百块 啊我们卖三百块 所以这样子如何抽到 那我们到底经费需要多少钱 我们那时候就是要九十六万的 那要封多少个 对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也非常感谢了 大概就是有很多的福气进来 因为透过一些报章媒体 然后帮我们宣扬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点 所以我们就很幸运的得到 我们刚刚是有一个金森广播电台的庄董事长 那他就承诺要给我们全额的补助 哇全额 那他的起因就希望呢 我们的小朋友就不要再为了募款的事情再烦忧 赶快去练习要比赛的那个课程 那也希望校长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募款 希望我能够赶快去专心办学 是是是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那个经费就一次到位 哇 所以我们就停止了募款 也非常感谢呢 相关单位的一个协助跟帮忙 哇真的哦 Oh my God 就像你们队伍的名字 对不对 Omg 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 那个这一次的比赛过程好了 这次比赛的主题好巧 跟你们当初这个想象说 可以利用机械人可以救灾救难的 这样的主题 有点接近 对对 因为地球生病了 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人类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克服灾难 因为灾难没有办法不来 那当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那个解决所有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点 你刚提到嘛 小朋友都是第一次出国嘛 对不对 第一次看到别的国家的这个选手 或者他们的表现的时候呢 他们是怎么样感受的呢 而且这整个比赛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困难难倒了他们呢 其实对南部学校来讲 当然他们遇到最大的困难点就是语言 因为我们到国外去就是全程都英语 包含教授他们问的问题 那我们回答问题全部都是要英语 那所以这个对他们的刺激非常非常的大 那所以最大的困难点 当然就是他们觉得回来要赶快再 研修他们的英语能力这样子 那但是在那个人际互动交流方面 其实我觉得国际之间 其实很多的方式可以互相交流 所以其实他们最大的收获应该是透过我们 因为我们带过去美国非常多我们台湾的一些国粹 比如说像书法 然后像我们的门绳 像我们的拔筹 我们的那个抽签 还有我们的舞龙舞诗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国粹带过去 是吸引了非常多国家 他们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一起来玩我们台湾的文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觉得其实是零距离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点 当然就是在那个语言沟通上 你们怎么样集训他们 大概就是我们拿到代表权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把我们参赛的一些作品 都要变成翻成英文 那孩子必须要先训练他们 就是基础针对这个比赛 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原来是这个机械动力设 后来变得美语 所以就要赶快麻烦我们的英文老师 赶快介入 集训了三个礼拜这样 就是集数三个星期 对 所以这段期间 其实他们收入最大应该是英语能力 因为不得已一定要强迫自己学 才能够减少一些trouble 实际上面比赛的过程都还OK吗 比赛过程其实我们还蛮感谢 因为我看上面讲说是零失误啊 其实因为他们在台湾比的时候 反而是真的是错误比较多 然后去美国的时候 因为我们又提前 我们把我们的行程提前一天去 然后让他们去现场去做一个模拟 所以就要马上修正 因为那个场地其实是比较超湿的 然后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作品 城市必须要重新去设计去因应 所以孩子是提早一天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八天的行程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是全程都在比赛上面 我们没有排其他的旅游跟shopping的 很专注在比赛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经费是非常的少 那我也跟孩子讲说 因为这是善心人士的一个捐款 我们如果拿来出去玩 其实我们是会过 那个心呢会很难过的 所以跟他们那个互动过后 就是说我们全心全意在比赛 那也造成说 我们这一次的比赛事实上是比我们 我们在台湾的成绩还要好 对因为反而在台湾可能是 自己在地的可能就没有 有一些那个考量点没有考量进去 那当我们出国的时候 其实我们把气候啦 还有当地的一些 那个外在的因素 我们都有考量进去去做调整 对 所以这个有经验回来应该就是不一样的 对那我们来想想看好了 学校未来会有更多其他的计划吗 是那因为今天就是已经 有这样子的一个佳季出来了 那事实上我们会做一些 延续课程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因为说 对学校来讲 对学校来讲 我们希望它是延续性的 是永续的 所以而后呢 我们其实也会向下扎根 因为这批孩子他是属于高年级 那他高年级的话 他将来就会到国中去 那我们如何传承这样子的一个技能 我们必须要分低阶中阶高阶 然后慢慢的去培养我们的选手 是 对 所以是要很有计划性的来看 对对对对 不过那个校长一定要问你 您刚刚说两年多前你到了林园 两年下来有这样的成绩 你再回头去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您自己的感想是什么 非常谢谢这个好问题 因为知道我觉得孩子的潜能是无限 对那怎么样看到他们的亮点 这是一个办学者应该要具备的一个工作能力 那两年前我来到这个学校 其实我发现孩子他真的是很优秀 那我开始在想要怎么样让他们有舞台 那这个舞台是能够让偏向可以跟国际接轨 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当我发现 这所学校他是可以跟国际间去做一个交流 那再加上是说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 我了解到说 他们自己知道说自己长在这个地方 那重工业区他们害怕的是什么 可是他又不能离开 所以当他们不能够去做选择的时候 他们居然可以想到说 他们想要为自己解决问题 那就撼动了我一个办学者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开始在思考 要给这些孩子什么样的课程 那这个机械人他就是比较偏重 在于自然与生活科技领域 他就是说当孩子又发现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是一个team 他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就是学到了团队合作 这也是课程里面没有的 因为当他在跟他的伙伴们在研讨的时候 他必须是能够聆听别人 然后去统整 对对对 所以这个要牵扯到 他必须要对伙伴们有包容跟尊重的一个态度 怎么样去协调跟沟通 这个都是我希望带给他们的 那从这样子的机器人比赛的一个过程中 我就发现说 孩子他们已经在无形中潜移默化 这些东西他都有内化在他的心里 那找到他可以发光发亮的一个舞台 所以对于一个好的这个教育工作者来讲 也不是抱怨没有资源 而是想办法弄到很多资源 给孩子舞台 所以你自己也被激励到很多 我也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的一个政争奖 相信这个得奖绝对不会是一个结束 不知道各位听众 你有没有梦想 敢不敢像这群小朋友一样 碰到了机会就不要放弃追梦呢 林源国小这群小朋友的故事呢 或许也能激励你有更多追梦的勇气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林源国小的校长 陈永珍陈校长与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